今天要介绍的是NFT投资的准则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是NFT NFT是Non-Fungible Token的缩写 Token是代币 在区块链的世界里代币可以和其他代币进行交易 可以分成同质化代币以及非同质化代币 Fungible的意思是可取代的 也就是相同种类的代币可以互相取代的意思 假设我有10张1000元钞票 我将这10张钞票编号为1到10号 我想买咖啡来喝 这个时候无论我用1号或7号钞票来结账都没有差别 这些千元钞票拥有相同的价值与功能 彼此可以互相取代 拥有这项特征的代币就称为同质化代币 那么Non-Fungible就是不可取代的意思 例如我买了10张电影票 每张电影票可以看的电影不同 上映的时间不同 当然座位也不同 第一张电影票可以看的电影和影厅内的座位 与第二张电影票完全不同 因此第一张电影票和第二张电影票不能互相取代 本书内容还有 为初次踏入NFT世界的初学者所准备的基础概念与投资指南 将NFT视为投资标的 动摇传统金融市场 创造崭新价值的NFT之潜力概述 创作NFT的是谁 收藏NFT的又是谁 为数位技术添上艺术性的NFT创作者 以及NFT社群经济的出现 不可不知的NFT法律常识与纠纷案例 专为NFT发行人与买家所准备的法律指引与投资时的注意事项 更多关于NFT的知识 就不能错过NFT投资的准则